好 就在剛剛日本疫情有了最新發展 我們直接來聽這段訪問 好 可以看得出來 現在Omicron已經闖了全世界 包括大阪的社區 有一家三口沒有出國史 但是現在也被染疫了 所以現在日本當局是禁止 所有外國人新申請入境 包括他們的首相岸田文雄 也已經宣布管制措施即將要延長